复课第一天,陈嘉岗中心小学的学生正在上课。 杨启鹏社,新华社响水3月26日电梯,被爱心贴纸暖心的女孩,有五锦哥哥在。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。 刘欣、杨启鹏、汪光宝、沙子月。 你上榜了? 王杰! 快来看! 25日上午, 响水县陈嘉岗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六班的王杰刚到学校,就被班里的同学围了起来。 25日是这个学校,在321爆炸事故后复课的第一天。 刚到学校,同学们就发现武警官兵,在前一天转移住地时,给锁住班级学生留下的整洁卫生,和一张张爱心贴纸。 当看到班级日志上,记录有王杰同学打扫卫生不积极时,有位武警战士,在留下的贴纸上写道,王杰同学,教室卫生我们帮你打扫干净了。 以后你也要热爱劳动我。 谢谢武警哥哥。 看着贴纸,王杰笑得有些腼腆。 王杰和他给武警哥哥的回信,扬起彭射。 同样开心的还有13岁的何笑语。 事故发生后,由于走得匆忙,他把自己刚买的小仓鼠,落在了客桌抽屉。 武警官兵在打扫卫生时,发现了这只小宠物。 他们替何笑语喂了他,还留下了纸条鼓励他好好学习。 天天向上。 事故发生后,我十分害怕。 腿一直在抖。 何笑语说。 当天晚上,他又收到了一个更让他揪心的消息,父亲在爆炸中被玻璃割伤,住进了医院。 今天来到学校,看到武警哥哥用便利贴拼成的爱心,还有留给我鼓励的话。 我心里非常的暖。 有他们保护我们。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 何笑语说。 何笑语和他的小仓鼠。 还有他写给武警哥哥的回信。 杨启彭社。 参与处置321爆炸事故的武警官兵接触后,帮忙打扫校舍,留下爱心贴纸仪式一经报道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。 有的网友说,小小举动。 是孩子珍藏一辈子的回忆。 还有的网友说,你们的行动就是榜样。 而在留下贴纸的武警言成之队指导员罗又通看来,抢险救援。 应该受到点赞的不仅仅是武警官兵。 这里的老师和工作人员,早上三四点钟,就开始为我们准备早餐。 还有不少公益组织,给我们送来慰问。 罗又通说,百姓为我们付出那么多,我们又怎么不尽力做些什么呢? 陈家港中心小学六年级六班的师生们,将武警官兵的留言,保留在教室里。 养起彭社。 事发后,陈家港镇中心小学校长徐子红,一直奔波在医院与各个村小学之间。 直到二十五日四时,才回到学校。 这几天加起来,睡眠时间没超过六个小时。 徐子红的嗓子发哑。 眼睛红肿,眼球充满了血丝。 武警官兵和学校的老师,都让我感动我们中心小学的五十多名老师,听说武警官兵要住在这里,都主动留校帮助开展保障工作。 事发当天气微较低,学校把有空调的办公室和部分老师宿舍腾了出来,尽量满足武警官兵的办公和生活需求。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,我们就要满足好官兵的需求。 徐子红说,一年级一般语文老师焦燕红,事发后一直留在学校。 他说,虽然家里孩子已进入高考的关键期,但家人听说要在学校保障武警官兵,都十分支持我,让我安心在校。 焦燕红说,学生们看到武警官兵留下的贴纸都开心坏了。 下课时,有个孩子找到我,悄悄地问,老师,我能买树花送给武警哥哥吗? 可我又有点害羞。 他还透露,就在复刻的第一天,在教室后面的愿望墙上,许多孩子写上了,我要好好学习。 长大也想和武警哥哥一样,保卫祖国。 特战队员向暴恐分子藏匿的独立防发起突击,于海洋社。 19日,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,紧贴实战组织特战队员,开展反劫持战斗综合演练。 全面锤炼特战队员应急处置,及协同作战能力。 据现场指挥员介绍,紧贴实战,开展综合演练,已成为该支队训练常态。 通过定期开展实战化演练,全面锤炼特战队员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快速处突能力。 为下部遂行各类疾难险重的任务奠定基础。 陈新华、王洋洋、于海洋,作为建立太空部队,发展太空武器的重要举措。 美国国防部日前在国防预算报告中披露,将在未来四年打造具有革命性影响的粒子树武器。 按照规划,美国国防部将于2023财年,正式开展轨轨性粒子树武器相关测试。 用于摧毁航天气和弹道导弹。 一旦这一构想付诸实施,科幻电影中出现的死亡射线,或将成为现实。 粒子树武器是指将中子、电子和质子等微观粒子,加速到每秒26万公里高速后发射出去。 由无数粒子会合成的一道直数,抵达被攻击目标实施破坏。 由于粒子树带有巨大动能,接触被打击目标,一瞬间可将能量传递给对方。 导致目标外表温度迅速升高被气化,或内部器件被烧时损坏。 粒子树武器不受云、物、音等自然环境影响,抗干扰能力强,和全天候作战,被视为真正的新概念武器。 因此备受各军事强国重视。 早在冷战时期,美苏两国已展开研究。 1967年,美国侦察机发现,苏联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,开展粒子树武器研究,为避免落后对手。 美国也展开相关研究。 1989年,作为星球大战计划的一部分,美国在探空火箭上,安装粒子树发射系统,将其发射出地球大气层,以验证有效性。 并据统计,冷战时期,美国在粒子树武器上的投入高达7,94亿美元。 星球大战计划下满后,美国国防部对粒子树武器的相关技术探索仍在继续。 如今,美国高调宣布,进行粒子树武器研制计划,增加太空军事竞争力。 未来,美国国防部将重点研究,如何利用粒子树摧毁弹道导弹,提高助推断导弹拦截能力。 另外,由于中性粒子树携带射线,能使一定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失效,不排除将用于打击卫星等航天器。 张爱宁,环球网军事12月17日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新闻处12月16日报道称, 俄罗斯与印度举办的伊陀罗夫2018海上军事演习在孟加拉湾结束。 在演习过程中,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海军们, 在实践中,完善了联合战术机动的技巧。 从行进中的邮轮为舰船补充储备,并对可疑船只进行检查行动。 报道称,俄印海军对海上和空中目标进行了炮击,完成了潜艇搜寻任务。 针对假想敌的潜艇发射式深水炸弹,对舰载直升机进行了起飞和着陆操演。 在演习结束时,还开展了一场海上遭遇战。 根据报道,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离开印度水域,并继续完成下一步任务。 原标题,东部战区陆军某吕卓远,转型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。 紧盯战场,锤炼军正复合营联主观。 日前,东部战区陆军某吕十二宁军正素质过硬的营以下干部, 通过履理统一组织的港衔培训考核,获得预认职资格证,进入营联主观后被人才库。 这是该履对表岗位要求,精准培养营联主观的一个缩影。 该履领导告诉笔者,新体制新编制对营联主观的能力素质,提出了更高要求, 为培养更多符合岗位需求的过硬人才。 履党委瞄准部队转型需求,积极探索营联主观培养新模式。 翻开该履制定的,营联主观三位一体培养规划,笔者看到,该履将营联主观标准细化为品德、专业、指挥等19项指标51项内容, 并明确了相应的培养途径。 按照规划,一名新毕业的干部,要成长为联主观,至少要在排长岗位任职两年以上。 经过院校培训一至三个月,一名营以下干部要走上营主观岗位, 需要具备机关基层交叉任职、院校培训、在职学习等经历。